其他一切放下不必于日用平常行事外别有用功别有修行 这就是不用功的用功也就是禅师们所说的不修之修 这里有一个问题果真如以上所说 那么用此法修行的人与不做任何修行的人还有什么不同呢 如果后者所做的也完全是前者所做的 他就也应该达到涅槃这样就总会有一个时候完全没有生死轮回了 对这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 虽然穿衣吃饭本身是日用平常事却不见得做起来的 都是完全无心因而没有任何智者 例如有人爱漂亮的衣服不爱难看的衣服 别人夸奖他的衣服他就感到高兴 这些都是由穿衣而生的智者 禅师们所强调的是修行不需要专门的行为 诸如宗教制度中的礼拜祈祷 只应当于日常生活经无心而为毫无智 也只有在日用寻常形式中才能有修行的结果 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 其目的是无需 其目的是无心正向 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 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 努力达到无需 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向 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所以不修之修本身就是一种修 正如不知之之本身也是一种之 这样的之 不同于原来的无明不修之修 也不同于原来的自然 因为原来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的产物 而不知之之不修之修都是精神的创造 顿悟 修行不论多么长久 本身只是一种准备工作 为了成佛这种修行必须达到高峰 就是顿悟如在前一章描述的好比飞跃 只有发生飞跃之后才能成佛 这样的飞跃禅师们常常叫做 见到 南全禅师仆愿 八百三十年促 告诉他的弟子说 道不属之不知之是望绝不知是无济 若真答不已之道 犹如太虚 扩然岂可强是非也 古尊素语路 卷十三 达道就是与道同一 他如太虚 扩然也不是真空 他只是消除了一切差别的状态 这种状态禅师们描写为 至于李明镜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古尊素语路 卷三十二 后两句最初建于六祖坛经 后来为禅师们广泛引用意思是只有经验到经验者与被经验者名和不分的人才真正知道它是什么 在这种状态经验者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上的知识 因为这种知识假定有知者与被知者的区别 可是他又不是无知 因为他的状态不同于男犬所说的无济 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之 一个人若到了顿悟的边缘 这就是禅师最能帮助他的时刻 一个人即将发生这种飞越了这时候 无论多么小的帮助也是重大的帮助 这时候禅师们惯于施展他们所谓 棒喝的方法帮助发生顿悟的一跃 禅宗文献记载许多这样的事情 某位禅师要他的弟子考虑某个问题 然后突然用棒子敲他击下或向他大喝一声 如果棒喝的时机恰好结果就是弟子发生顿悟 这些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 施展这样的物理和生理动作震动了弟子 使他发生了准备已久的心理觉悟 禅师们用如筒底子托的比喻形容顿悟 筒底子托了则筒中所有之物都顿时托出 同样的一个人顿悟了就觉得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也顿时解决 其解决并不是具体的解决而是在悟中了解此等问题本来都不是问题 所以物后所得之道位不宜之道 无得